今天早上十點 行政院院長蘇貞昌道 竹北市茶加封國小的興建工程 並且談到國內的疫苗進度 帶您來聽他稍早的說法 行政院長蘇貞昌鼓勵國人 有疫苗就要打 並表示會在開學之前 幫老師們都先打好疫苗 現在都已經在預約登記當中 他也感謝各國對台灣的疫苗捐助 以及各界協力為台灣爭取疫苗 現在疫苗漸漸進來 會在市排城做後續的配置以及採購 請國人放心會一起渡過難關